一枚标准导弹副3B-EB拦截导弹发射 美国威胁不寻求与伊朗作战 但准备使用无情的力量 美国海军陆战队新任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麦肯齐周三表示 尽管美国不寻求与伊朗开战 但他也不会回避 如果要打 这将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 麦肯齐说 麦肯齐周三表示 对中央司令部稳定的长期持久 最重要的威胁是伊朗 以及伊朗在整个战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 中央司令部作为中央司令部司令 麦肯齐负责监督美国军队及其在亚洲西南部和非洲东北部的广泛部署 包括在叙利亚 伊拉克 伊朗和阿富汗的部署 前美国情报官员 尽管暂停全面协议 伊朗不太可能寻求核武器 麦肯齐说 美国并不寻求与伊朗开战 但美国准备好应对中东和世界各地的各种突发事件 伊朗不应该把我们深思熟虑的做法与不愿采取行动混为一谈 如果要开战 美国将做好充分准备 做出回应 捍卫我们的利益 这不会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麦肯齐说 最近宣布部署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部署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波斯湾的狭窄的航道上 发出了一个清晰而明确无误的消息 任何攻击美国的做法会遇到无情的力量 美国还向该地区派遣了一支由四架B-52轰炸机组成的特潜部队 这些具有和打击能力的大型飞机将于周三抵达美国空军在卡塔尔的吴德伊德空军 基地 4月8日 白宫正式指定伊朗革命卫队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的工具 马克龙 如果伊朗退出核协议 美国将对此负责 德黑兰对这份声明进行了猛烈抨击 伊朗外长贾瓦德扎里夫指出 正式伊斯兰革命卫队介入 帮助伊拉克和叙利亚军队对抗伊斯兰国 而美国却不愿这么做 然而 尽管麦肯齐的立场强硬 伊朗人并不准备让步 4月29日 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总指挥官告诉法尔斯通讯社 通过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 美国想强迫我们进行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谈判都是向美国投降 永远不会发生 上周五 扎里夫警告称 如果局势失控 可能导致伊朗和美国之间爆发战争 然而 他在福克斯新闻表示 他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被迫的 德黑兰有许多可以用来反击美国制裁及其军事姿态的措施 包括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唯一的出口通道 全球20%的海上石油运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阿里哥莫拉迪表示 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只是回应美国行动的选项之一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